黑暖的暖的天氣 我的愛什麼趣 歌手蘇慧倫時隔12年再次復出 選在台北陪粉絲一起跨年 心情很開心 然後也很緊張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 就是站在跨年的舞台了 彩排現場下著小雨 但仍不減粉絲熱情 也有不少人前來排隊 因為他就是12年 才出這次的專輯 我們都很期待 有 今天會來夜排 從南投來的 對 老師要排什麼 其實沒有 我其實陪人家 因為大家都要排Super Junior 媽媽也很愛Super Junior 然後想說來看一下本人 到現在你們才排什麼小時 應該有超過24個小時 今年跨年活動重新雲集 比較全台各地跨年卡司 今年台北跨年晚會 睽違八年再次有五月天打頭鎮 還有吳清風 楊成林 雙壓軸 以及蘇惠倫 韓國團體 Super Junior DNE等重量級演出 桃園場則是請到姐姐 謝金燕擔任壓軸 還有歌手周灘豪 Super Junior KRY一起跨年 另外台中力寶請到 徐家瑩 周欣哲 王欣霖 等大咖藝人 而高雄夢時代則是 有肖敬騰 畢淑靖等歌手 輪番上陣 3 2 1 豐富的跨年節目 加上絢麗的煙火 吸引許多民眾前來參加 根據CNN網站列出 全球十大最佳跨年城市 其中台北市因台灣之名 伊林煙火成為跨年熱點 高居排名第二 而第一名澳洲雪梨 雪梨歌劇院和海港大橋的 煙火表演深受喜愛 另外一夜生活著名的曼谷 則排第三 不同慶祝活動任君挑選 關開民眾要以什麼樣的方式 迎接2020年的到來 新唐人野太電視 胡宗翰葉雲汝 台灣台北報導